Hello 大家好 我是Kerry 温哥华的地產經紀 最近進入真正的夏天 熱了很多 可以穿上背心 很開心 現在我們都在想到到哪裡度假 去旅行 出不出國 去多遠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 我都知道放暑假了 我的朋友已經開始舉家出去玩 我今天和大家來到Concord的showroom 會分享幾樣不同的東西 很不同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看 首先是關於Concord兩個樓盤 Oasis和Piano 因為他們之前都沒有showroom 用來用去都是Metro Town的showroom 現在多了一個Oasis Dark Color Scheme的showroom 跟大家看看喜歡哪個顏色 會分享這兩個樓盤最新的update 價錢 優惠等等 因為跟以前有點不同了 之後就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想邀請大家 如果你還在溫哥华 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7月7號 即是下星期四我用了Concord的場地 會搞一個小型的event 還有最後一件 跟大家更新一下 Concord Metro Town的現在起成怎樣 因為它已經開始動工了 之前也有不少朋友買了Metro Town 可以看完這條影片了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好 我們先看一看 現在這一個就是個露台 之前賣Oasis 連West Tower也賣光了 East Tower也賣光了很多 其實還在用之前Concord Metro Town的showroom 一直等著Oasis的showroom ready 最後它就是昨天準備好了 所以跟大家今天來分享一下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露台 它現在畫了Oasis幾個tower的會所那一層 即是有人工沙灘 泳池那一層的露台 所以想想這一個其實是它三樓四樓的露台 或者是特色單位露台的露台 這一個露台的面積 總共大約是560呎左右 它做得特別大 這個主要是對應一些 這邊的特色單位的大露台 如果大家賣的是Standard Tower的露台面積的話 就沒有那麼大 大概是100-200-300呎左右的尺寸 我可以告訴大家 由這個位置開始 這張桌子左邊這裡 這裡推過去大約是360呎左右 所以大家如果買一些比較大的兩房或三房 它的大露台就大概是這樣的面積 如果說小小小沒有360呎左右 200多呎的話就差不多來到這個位置 這邊過去就是200多呎 有些積的話它沒有推到那麼深 但是長一點 大家可能想像這樣 由中間這個階磚推進去 100多呎左右 200呎左右 如果有興趣過來看看實地 可以看看你可以自己量一下露台有多大 那它那個Concord Oasis的露台配置有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地面的桌子都是包裹的 到時你的露台由一個單位走出來 就會是這樣的結尾 它的天花板就會是白色的 而這裡唯一沒有製造的就是蓋子 蓋子和屏幕在旁邊的展示室 沒有再訂購過來 Honcord Oasis這個樓盤是有玻璃幕牆的 所以如果你買的話 除了欄杆裡面還有一個Glass Panel 就可以封到頂部 Pull Heater 這邊就可以在一些涼涼的天氣 比如上兩個星期 10度、8度的天氣出來開著暖氣就可以使用了 我們去看看深色的showroom 看看感覺如何 因為我之前也買了兩個Concord Metro Town的單位 一個一房、一個兩房 我好像兩個都選了Kramer 因為當時眼見只有Kramer的顏色 不是很清楚只有洗手間 做出來的實際效果如何 現在看到主要是黑白配 上面的廚櫃顏色 首先條紋都是跟Kramer一樣 有這些現在流行 其實這些街珠牧民去到哪裡都會看到這些 這款顏色比Kramer深一點 大一點咖啡 但又不是很明顯 總之是深色一點的 打開的話 裡面都是一樣顏色 裡面的廚櫃放的位置是淺色 裡面有點像Kramer的顏色 大家可以看到對比 這些是處女空間 另外可以留意 之前沒有特意跟大家說的 就是所有廚房 Oasis、Moroni West、East Tower 甚至Metrotown 其實都是在廚櫃頂上 還有燈條 所以大家看到上面的燈條 其實不是Display效果 是到時的膠扭標準 但上面是天花板 現在上面的廚櫃面是Display 到時到這個位置 就是天花板 白色的屁股 會有一堆燈條 感覺都會挺銳利的 櫃面是這顏色 跟著 countertop 跟 backsplash的quartz 會是白色為主 其實是有少少暗白 是不是暗灰 我不會說這顏色 白白的顏色 有些很大條 配一些細條的黑紋 一些紋路都挺清晰的 這顏色會配合黑銅色 但不是實色 都是光面的水龍頭配件 大家看到這顏色不是銀色 黑色 黑色 但不是眼黑 不是眼黑 是光面 所以大家會看到反光 然後我們看看電器配置 旁邊的Metrotown配置 跟Oasis是不同的 主要是Fulger Milano 和Bloomberg組合 爐頭的話 這些是兩房三房的標準 30吋的5 burner Gas爐頭 牌子是Fulger Milano 它的Gas的使用 包括冷暖器 都會包在管理費裡面 上面是抽油煙機 然後都是一些儲物空間 這邊上面看完 我們看看下面 下面和旁邊的一組 如果你是L-shaped廚房的話 都會是這些深色 即是黑色的櫃面 有櫃桶 打開櫃桶之後 裡面有垃圾桶 以及這些放東西的抽櫃 旁邊也有一些 可以 soft close的櫃桶 這一個 整個是細碗碟機 細碟碟機 要用的是Bloomberg這個牌子 它也是做了廚櫃面 爐頭下面是大的櫃桶 兩個大櫃桶 就是Display的空間 然後這邊有Organizer 然後這裡是旁邊的櫃 這邊還有空間可以放東西 下面有Lacy Sousie 可以… sorry 然後它的焗爐 微波爐 就會放在這邊的位置 如果大家的織是L-shaped的話 那是微波爐 Pandasonic 下面是焗爐 是Fulgar Milano 都是30吋的幅度 如果大家買的 一放單位就會比較小 24吋的 好 它的櫃桂面 黑色是雅面 所以是防守指紋 沒有反光 上面也有一些可以開合的空間 也挺深的放東西 它可以放得很深 這裡很闊 好 最底也有一格的儲物空間 然後這邊就是雪櫃 雪櫃的話 我記得它也是用Fulgar Milano 是不是 對 Fulgar Milano 它是有金屬的擋板 最邊 然後這裡會有一個觸控鏡 下面就是兩格櫃桶 我們就看完了 因為 這個還沒裝好 Concord這次做的showroom 就做了一個L-shaped 這一張純粹是一個 Display的餐桌 因為很多人 我經常帶朋友 或帶客人去旁邊showroom 看的時候有一個island 因為那個是三房的職位 就有island 但其實大部分Oasis的單位 都不是有island 所以它這次就沒有了 總之是L-shaped廚房 餐桌大家配置 然後就客飯廳的空間 這些位置都是給大家走動一下 其實就是沒有代表任何一個職位 它主要都是做一個spaces 給大家感受一下這個樓盤的特色 我們就已經看完的color了 為甚麼會這麼近 你怎麼走過來 之前如果大家記得賣Oasis的時候 在West Tower East Tower開頭那一陣 它都有一個early bird incentive 就是有1%assignment fee 然後一房兩房三房 分別有不同程度的優惠 由五千元一房 七千元兩房 一萬元三房 另外就是deposit structure 會減5% 這個是以往以前的early bird 那樓盤賣到現在的話 其實early bird就已經結束了 因為都不再early 都賣了很多 所以它就停止了early bird program 反而現在出了一個新的 我覺得更加有特色的program 這是很幸運我可以幫到大家 它剪掉early bird program之後 反而會想回饋給買concord brandwood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在內 我雖然沒有買Oasis 沒有錢 就買了 但我早之前就買了concord brandwood 所以它現在其實可以怎樣 再獲得early bird的優惠 就是through我買 或者through你身邊有朋友 是買了brandwood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獲得回的 這個日子是7月31日 就是截止的了 即是說大家如果在7月31日之前 你去買一個concord orasis的話 譬如你有一個referral 例如是carry 我自己本身就是了 所以你會獲得回我剛才所說的 所有的early bird之外 其實concord還會回贈給referral 譬如我介紹了你去買的話 如果我介紹了你 你買了一房 concord就會給我1000元 我介紹你買了兩房 concord就會給我3000元 我介紹你買了三房 concord就會給我3000元 但是carry自己本身是經紀 所以我們這邊買賣樓的話 seller developer會給用金carry 你買人是不用付的 我就不會想再person 你再take advantage of這件事去代替這1000、2000、3000 所以如果大家還在想買Oasis的話 就可以在7月31日之前 我們買到單位的話 我幫你拿回之前early bird的優惠 concord回贈給我的1000、2000、3000元 我都會給大家 希望大家開心 這個夏季就可以拿錢去買 買沙灘用品 很棒 我們剛剛整完露台 然後來concord看到這個露台 我有很多想法 我在想我們的草地 要不要再開一塊出來做 然後我老公就說 蛤?怎樣?你做不做嗎? 你做不做嗎? 很漂亮,這裡很大 我們的露台現在也很漂亮 前幾天我老公幫我做完 有些燈光 又加了一些樹葉 不過我們的露台的尺寸 本身有限制 這邊直線多少尺? 這邊16尺 這裡16尺 我們的露台只有到這裡 是嗎? 我們的闊度是16尺 不是 你的意思是這裡直線16尺嗎? 不是,你說這裡 這裡只有16尺 但這是它的深度 我們的闊度只有16尺 我不明白 沒有 我們的闊度是多少? 16尺 我們去到這裡 闊度嗎? 即是深度 甚麼? 深度8尺 這裡一半 對,我們只是去到這裡 所以我們擺不到這麼漂亮 桌子這張很漂亮 質感很好 好,無論如何 離題了 既然說到露台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特別鍾情於露台 它的露台都可以的 尤其是這隻和這隻 這個單位的話 室內面積869尺 兩邊開放 它的露台比較大 它的露台是有367尺 而且它沒有中空的位置 它由這邊開始圍到這裡 全部都有玻璃幕牆 當然中間會錯過一片通風 但整個空間都是遮蓋的 足夠放到六人餐桌 以及一個很寬闊的梳化位 這邊所有的房間 客廳 全部都可以出露台 全部是閃門門 這裡 如果367尺的露台 空間有多大 其實就是由我這邊開始直推 這個就是367尺 所以大家如果買的是這隻 是說B3的計劃 你會享有最大的露台面積 可用的露台面積 就沒有浪費的空間了 這個露台的話 860多尺夠大 露台也夠大 所以整個生活空間是1200尺 它唯一差一點 是景觀未必是最美 因為景觀漂亮的話 其實是這些06B4的單位 像這個單位 露台就會小一點 除了360多 可能是300尺左右 它的深度就會窄一點 但都是全部利用的 這類單位的話 就差不多是120多萬 是開始價錢 所以大家連住宅座 都要預約3萬左右 如果大家喜歡一房單位的話 露台空間也極大 哪個比較大 這個280 這個207 這個一房 其實不知道 Concord還有沒有 我想也沒有 或者可以買到車位 可能沒有 如果大家不介意 沒有車位的話 可以考慮這隻單位 因為它大家可以看到 露台空間280尺 基本上跟客廳空間差不多 所以你會有一個充滿空間 雖然沒有說一年360天都可以用 但我想你就算入秋 涼涼地10度都可以 因為現在我和機仔的露台 上兩三個星期 下雨 涼涼地10度 12、13度 我們開了一個熱門 露台沒有玻璃幕牆 都是露天的 加了兩張椅子 都已經可以用到 所以我可以想到 這些空間 有玻璃幕牆 有暖氣出來 然後再有熱門開 其實大家可以用到 9個月 最少一年9至10個月 我覺得都挺有效的 價錢大約是90萬不到 應該是85至87萬左右 不計停車 Piano的話 之前和大家拍片的時候 都是一個開始的階段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賣 什麼都不知道 現在就有多一點的資訊 跟大家分享 是在Surie 之前和大家已經有一段影片說過 我們現在預計 應該是7月中 7月尾的時候會開賣 所以現在都在收 request form 去排 appointment 價位也出了 我將整張這麼細節的價位單 已經放在我的網站 carryquette.com slash piano 主要的話 大家最便宜最便宜的 一房單位的話 可能真的說50頭已經買到了 不過會是400多呎 沒有車位的單位 他們是差不多由50萬頭開始 不要信發展商說 hi4 hi4 40 不會買到的 你當作50萬頭開始 然後 然後是C-Plan C-Plan 是一房之外 還有單位或客廳 這些由差不多600多呎開始 這些便會貴一點 差不多1,100元左右一呎 所以最後就是60萬 60萬小時開始 保售一點 我覺得可能下5至70多 你便會選擇一個比較好的單位 因為大家去選擇這些 一房單位的時候 你都會想看 是樓下的那些 還是高層的那些 有個視頻的那些 所以很不同 我剛才說的是一房單位 如果是兩房單位的話 最比較細的 D-Plan 是700多呎的那些 基本上 始終價錢 就是接近80萬頭開始 給兩房單位 如果要再大一點的兩房 就去到80多 可能80宗 三房單位的話 就接近100萬左右開價 管理費是5毫7至6毫1呎 現在未確認 大約是2027年的時候 會交到樓 為甚麼會和大家分享 或者推薦Concord Piano的樓盤 因為我現在這兩三個月 我看回自己的數字 有幫人做 property management 我便看到SERRY的租金 升得很急 由我記得一兩年前 兩年前 我有幫客人在SERRY 買了一個17年的樓盤 那時候租出去是1500元左右 那時候已經算高了 現在Versus兩年左右 已經升到1900元 差不多了 因為最新 Concord收樓的一房 我幾個朋友租出去 都是1900元 就算沒有那麼貴 可能是1800元 1700元都坐底 所以這個市場 已經反映了出來 你要去除一個SERRY的單位 買回來的單價 一定是最便宜的 我們大溫值得投資的 其實就是數來數去 就是那幾個Skytrain站 SERRY Central King George SERRY這一圈 又或者是Burkwilum Lowheat 接著就是Metrotown Brandwood Duntown Oakridge 將來都很旺 之前有分享過 這幾個地方 其實SERRY的價位是最低的 但它的租金回報已經升得很快 我差不多是兩三個月前 跟大家分享的幾條 Brandwood Burkwilum的影片 Burkwilum的單位 也是租了1900元 但現在SERRY已經租了1900元 所以我覺得在投資回報上 大家可以考慮SERRY 好 大家現在看到 King's Regap Nelson 就是Concord Metro Town 第一期三棟樓的工地位置 已經開始動工了 之前主要看到的 都會在住宅和樹木 現在全部都建立了 主要都是沙土為主 由Grand Tower的位置 開始主力向下滑 特別深一點 感覺上也有幾米深的 因為這個樓都會是最高的 六十多層樓高 所以由這裡開始 大家看到這個Lot的旁邊 就是McMurray Street這邊 是用來做放野的 將來也會有下一期 本來這裡也有一條橋 是直通去玩具反樓 整個邊的那裡都拆掉了 現在主要是用來做儲存的 好了 我們今天的update到這裡 下次再有更多的消息 再跟大家分享 完全不是來拍片拍攝的東西 即是怎樣 不知道我現在做甚麼 想要游泳了 很熱啊 你一排 Hello Hi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我們可以轉一個場景嗎 會不會很悶呢 沙灘吧 不如試一下爬出去吧 你出沙灘說吧 我懷疑Carrie的人 根本不看我的影片 所以應該做了也沒人知道 不行啊 怎麼出去了 對呀 你一有了 甚麼有了 各位朋友不要再說我有了 我是沒有 我這陣子肥了 我的肚子很大了 我不是有了 常常無緣 有人留言 Carrie你是不是有了 好久沒踏過沙灘啊 喂 糟了 好多腳印啊 哦 不是啊 那怎麼辦啊 沙灘是有腳印的 這樣才是真的嘛 那我可以幫他洗掉腳印嗎 那你還踏那麼多 好嗎 你已經在這裡出來嘛 你還要踏右踏 不是啊 我幫他散開腳印 不行啊 你要拿掃把 你拿一本東西吧 不行啊 你現在不行啊 那你等我來吧 你不要拍著我啦 你只不過不要放在這裡 我會走光的 你會不會拍著我 你弄了很多圓模型的東西 甚麼啊 沒事啊 你不要拍著我 我走光了 你之後之後要我走光了 OK 好了 玩完了 那你就會試 Dragi 跟我們的阿滴 我走光了